《黃金年華時動作禁憶》 《黃金年華時動作禁憶》 小午好 歡迎收看 黃金年華時動作禁憶 大英雄歡迎 又是一個快樂的星期五 是 認識笑容展現 憂愁不見了 看到這麼多快樂的觀眾朋友們 真是讓我們滿是陽光 是 現場的朋友們 向著鏡頭展現一個 快樂的微笑好不好 今天進行的是哪一場比賽呢 就是第四場的副賽 也就是最後一場的副賽了 我相信站在這個舞台後面的 參賽者都心情非常的緊張 他們全部都是來自於 霞光四射隊的朋友們 歡迎他們 編號一 吳震光 編號二 李偉珍 編號三 武藝昌 編號四 陳美璇 編號五 江文龍 看來我們五位參賽者都是 信心滿滿的 是 馬上歡迎他們的導師 翠霞導師出場 翠霞導師出場 有一些滿足感的 所以霞光四射隊的成員們 我們就在這個舞台上發出光芒 好不好 好的 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那我們的翠霞 那我們的翠霞導師呢 就是掌握著他們的身殺大權了 五位呢 有三位能夠進入半決賽 兩位會被淘汰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評分準則 在副賽圈 學員導師 將擁有百分之百的表決權 來決定 到底哪一位晉級或出局 導師是根據台風造型 歌唱技巧 以及整體表現來評分 好 那除了最小導師之外呢 我們另外三位導師啊 你也會給我們的參賽者 專業的講評 好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他們 首先介紹千方百計隊的方中華導師 接下來歡迎壯志林霞隊的林霞導師 知己知彼隊的陳彼得導師 我們四位導師呢 他們對於學生的這個歌唱的掌握能力呢 可以說是費盡心思的在教導 所以你們真的是要感恩了 要謝謝導師們了 是的 那比賽呢馬上開始 我們歡迎 堅持到底永不松懈的編號一吳振光 老師擔心我的心心不夠 臨場未忘詞 所以他要我深入了解歌曲的內容 要我把故事唱出來 希望我會做到 江年華是由劉家昌創作的輕快歌曲 聽了讓人心情好 保持著對人生的樂觀 一起來欣賞 家花穿滿天 好緊在年年 活在華麗之人間 幸福繞身天 家年華燦爛 家年華嬌 家年華嬌 大家一起到家年華 和收那艷 和收那艷陽甜 雙雙雙對對之聲唱 飛躍在草原上 男男女女跳呀跳 一步一步跳下 而且一起到家 換 detail comunque hacemos 我會 Lau 來附amm 好 走 夹花穿漫天 好情再念念 我在花里去人间 幸福老身边 夹棉花再来 夹棉花交演 大家一起到夹棉花 送那炎炎点 双双对对曲声唱 飞跃在草原上 男男女女跳呀跳 一步一步跳 想理想 轻声银铛响 涂声处处样 人情人生的方向 每一都是希望 双双对对曲声唱 飞跃在草原上 男男女女跳呀跳 一步一步跳 想理想 轻声银铛响 呼声处处样 人情人生的方向 每一都是希望 刚刚她的表现 好像每一个小节每一个环节都有特别设计 包括最后那个ending的部分 还有 对啊 这一次呢 要唱轻快歌曲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五步方面有压力 不过有崔霞老师的教导 应该是没问题了 我还可以升任 好 其他飞跃导师看的时候有什么看法 还没讲先笑啊 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快歌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感染力 所以那个感染力必须让我感到开心 你还是很技术性的去唱一首歌 我觉得那五步都很熟练吧 你手一直抖 就是觉得你的心还是不能沉入海底 你还是很紧张 你对你自己的高度 帅气 声音的厚度 你都没有肯定你自己 希望你会再加强 谢谢 谢谢老师 你唱慢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声音很厚 很厚实 出来的音色很美 但是在唱快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逊色 因为你锁住你的喉咙在唱 但是很好 你今天没有跑拍 没有忘词 所以我觉得你进步了 加油 谢谢老师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彼得老师怎么说 我刚刚看了你表演 我觉得你很稳很淡定 你的造型我都蛮喜欢的 所以可以考虑造型穿这样的衣服 我是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那个动作都很好 只是除了一个动作我不是很喜欢 就好像射枪的那个 对 突然间 啪啪啪这样啊 这个有点怪异了 我就有点不是很奇怪 然后就是第二段的时候 音感觉有点飘了一点点 所以再小心一点点 整体我觉得很好了 加油 谢谢老师 来 翠佳导师 你觉得他今天表现的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所有学生啊 在我们的教导之下 多多少少都有进步的 那郑光他本身 他的最大的顾虑就是 他的那个所谓的忘词啦 还有节奏上的那个 就是怕会跑啊 那我交代了我的所有的成员 我说 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 那你要别人怎么对你有信心呢 对不对 只要你跨过这一步 你就成功了 所以 虽然说我们郑光第一位嘛 出来一定有点点的小紧张 不过我觉得整体他已经做到了 而且跨过了那一步了 所以你是成功的 很好 昨天的自己呢 进步 那就是一个成功啊 恭喜你啊 是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比赛 是的 尤其是跟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在一起啊 更有机会把这个理想去实现他 是的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欢迎 这个为生活注入活力的编号二 李伟珍 老师说 我的歌唱表现时好时坏 主要是受到情绪的影响 还有音准 也要我多注意 我很爱唱歌 一定要克服这些问题 小青青是由姚敏和陈蝶一作曲填词 这是低音歌后潘秀琼原唱的经典小调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青青青 为什么你总对我我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七七 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 我要问一问 请你说本意 你对我也可有情 你不说本意 当你吃也吃饮饭 你的话我不听 你不说本意 当你吃也吃饮饭 你的情我无礼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亲戚 只要你不再对我冷冰冰 你要想我 一样有真情 年火早晚醒不停 你呀你 你呀你 你是我的小亲戚 问一问 问一问 请你说本意 请你说你不说本意 当你吃也吃饮饭 你 你的话我不听 你不说本意 当你吃也吃饮饭 你的情我无礼 你呀你 你是我的小亲戚 只要你 不再对我冷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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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很可爱的这个服装 你自己设计的吗 不是 老师 老师设计的啊 真的啊 这用什么东西弄的 我好好奇哦 是不是老师家里的 一盏灯的灯罩啊 对啊 不是啦 我觉得他因为 比较娇小玲珑 然后 小青青这首歌呢 他应该 就给他一个 比较洋娃娃的感觉 看上去就 喜欢那种感觉 刚刚我看你 其实也没有什么跳到 这是一个轻快的歌曲 所以这个表现 是你自己要这样表现的 还是老师 老师 这首歌主要是要 对情郎讲话 就是他的情人讲话 所以太多动作的话 反而还会模糊了 就是这三位帅哥的视线 那今天的表现如何呢 陈彼得老师 你先来吧 这首歌 我就觉得要靠你的脸部表情 你唱的时候没有什么笑容 只是在音乐过门你会笑 所以要多一点点肢体语言跟脸部表情 那方面可以再加强 还有就是我很喜欢你的低音 低音的音质很好听 加油加油 不错 谢谢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今天韦珍打扮得很可爱 像个小女生 很讨喜 那你整首歌你唱起来 我是觉得你的key拿的会比较低了一点 所以我是提议你唱高一个key的话 你可能整个唱法就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他们都觉得唱太高的话怕破音 我觉得很多学生就是声音懒 不想飙高音 所以老师我不要 我要唱这样 你啊你你是我的小亲戚 比较好 我不要唱 你啊你你是我的小亲戚 那个唱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是 所以唱歌的时候抓key是很要紧的 唱歌不要怕高音 能够唱到就唱 好的 林夏老师我会注意的 谢谢 其实不只是你有福 我在他们两个身上也是学了很多东西 真的 一个要叫key的 一个叫不可以一直往学生看 我觉得你是一个洋娃娃 看到你啊 我还没有听你唱 我就先给你50分 你太漂亮了 我觉得你的衣服这些 太creative了 我觉得 这舞台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你就是很讨喜 然后你在唱小青青的时候 你上脸 你一直 音乐盒上面 你就在 它是小调的 你要 我觉得整首歌 它的语调 它的华语的 那个 T是有点低 我说它的咬字 有点腔调 有点不是小调的腔调 小调味不够 对 谢谢你 谢谢 好 的确非常可爱 如果你不说你是祖母的话呢 真的 你这身打扮出去 谁会想到你是祖母啊 她是不足睡的祖母 我觉得今天的你呢 已经很认真了 把这首歌唱出来了 谢谢 很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兵哥 男人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能够大声地说出 我是一个好爸爸 而且我的孩子还认同 好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呢 编号三这位 身强体壮的爸爸 武艺昌 老师没有嫌弃我的声音 只是说我是个比较忙碌的学生 因为是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总是来去匆匆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 雨中的女郎是马来西亚本土创作 由李俊雄作曲叮咚填词 雨中的女郎 一个人还会在街上 忘记了风儿吹 忘记了雨儿的梁 什么是你烦恼 是你惆怅 人家那小一点 搭在你的头发上 回家吧女郎 回家吧女郎 你那凝舍的模样 会有人比我更心疼 比我更心伤 一种的女郎 一个人排回在街上 小心你吹了风 小心你受了凉 什么是你烦恼 什么是你烦恼 是你惆怅 人家那小一点 搭在你的头发上 回家吧女郎 回家吧女郎 你的凝舍的模样 是七十年代的歌曲 对七十年代的歌曲 李毅有唱过 李毅的歌曲 如果不知道 都还以为是 现代创作 有中国风的感觉 我在想对于 很多的歌手来讲 要唱轻快的歌曲 都是一个挑战 你觉得这一次 唱这个轻快的歌曲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 就是那个步骤 还有那个咬词方面 因为快歌 咬词比较 就是咬字要准一点 要快 因为它歌词多 在短短的时间 歌词不是很多 不过 某个老师的建议说 这首歌是蛮好的 是我唱的 所以说我就 选这首歌唱了 以后你来这边 要学习一样事情 主持人说 歌词多就是歌词多 你不能说不是 这样我们很难下台 所以就不用下台了 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的导师们 有什么话要说 彼得老师 整首歌听起来 就是感觉 哪里哪里不顺 这样的感觉 因为后面又很多字 又好像有点像福建歌 所以我听了就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共鸣感 其他就是你的咬词方面 可能要注意一下 什么鱼中的女郎 什么女郎 这样 鱼中的女郎 鱼中的女郎 一个人徘徊在街上 小心你吹的风 小心你吹了你 很多时候啊 就来自邻国的歌手们 要纠正他们的语音 是不容易的 给他教导的卷舌音 跟平舌音 有时候做到 有时候做不到 就是 我相信你们的学生 都有这个问题 我通常将他们 这段 然后再重组过就可以 因为他们都是女郎 我就 女郎 然后就 很难 通常是要破坏之后再拉上来 真的是白能够说到黑黑 说到白 以前我的华语也是很差的 因为我是音效生 所以我也是慢慢改过来的 所以我可以 你也是可以的 其他的 我就觉得那些动作可能有点僵硬 可能走的转身 去后面再转回来 这样就够了 因为不用给人家看到你整个僵硬的动作 OK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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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了唱个咬字有问题 还有你整首歌也唱的轻松度也不够 那今天既然能够唱到要你选唱快歌 你们也要至少要有点基本功 你没有这个基本功 你就唱不到这样的类型的歌曲 但是我看到你的努力 这个可以加许加油的 OK 谢谢 整首歌的处理太平 因为没有给我越来越喜欢听你的歌 而是第一段我觉得 这个还唱得比前面两个好 第二段 这个唱得普普通通 第三段 缺点全部出来 那就错了 了解吗 所以你的层次可能要再铺 就是铺排 就是你到底要用怎么样的唱法 祝福你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异唱呢 他有一把非常美的嗓子 选这首歌我是觉得是选对歌曲 只是也许表达方式就没有让其他的评委满意 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 你就是最好的 OK 谢谢老师 当然别的导师有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反面的意见也是很好 也是会让你进步 所以每个老师都好就对了 OK 四位老师 都有我们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 好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我们还有两位参赛者 要给我们演唱 一首好歌就好像一潭成年老酒 是 历久迷香 对 那接下来呢 就来我们来欢迎这位 特别喜欢唱经典老歌的 编号是陈美玄 我自认有唱歌经验 但是老师觉得 我的信心不足 自我要求不高 谢谢提醒我会改进 双双对对是1956年电影 《哪个不多情》的插曲 由姚敏和李俊卿作曲填词 一起来欣赏 收尔要来头儿摔 你摔得多奇怪 你批分连成不坏 越摔得越厉害 你们大家爱呀 抱你大家都痛快 一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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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b grenades 莹豁 Foundation 哎呀你的胃啊 快把那一口耳帅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哎呀绕了团儿白 你白的多奇怪 你的本领真不坏 越白越厉害 你们大家爱呀 抱你大家都痛快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哎呀你的胃啊 快把那一口耳帅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手儿摇了头儿晒 你晒得多奇怪 你的本领真不坏 越帅得越厉害 你们大家爱呀 帮你大家都痛快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哎呀你的胃啊 快把那一口耳帅 一双双一对对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快把那一口耳帅 你打的结果都痛快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快把那一口耳帅 哎呀你的胃啊 快把那一口耳帅 一双双一对对 快把那一口耳帅 你快把那一口耳帅 快把那一口耳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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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看你跳完这好开心哦 这次造型上的 还蛮特别 是啊 有这个发型老师给你选的 没有我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 终于有一个是自己选的 非常有活力的头发 他唱歌跳舞的时候 头发也在跳舞 啊 OK 所以呢我发现到呢 你唱这个轻快的歌曲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还会一起跳哦 这个舞练多久啊 不久而已啦 就是我本身会跳叉叉的 就是说我在加这个舞步来 陪大家这首歌来一起跳 原来 本身已经喜欢跳舞了 所以就加金就熟 对了 谢谢 希望您今天的表现呢 会得到评审的青睐 对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跳舞 那在掌握轻快的歌曲上面 感觉上也还不错 问题不大 啊 以后应该多唱一点轻快的歌 好 我推动 来 林霞导师您来说吧 美玄 我先从你的服装上说起 好不好 你的服装上升是不错 为什么呢 下半身啊 穿了个好像雨鞋出来 女生好像穿晚装 一定要穿高跟鞋 摆呀摆呀摆呀 嘿 我只听到一句嘿比较有力 其他都是没有力的整首歌 不是说你是属于低音的 就是低到完全没有高中低音 也是有高中低音的你知道吗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第一炮就轰得很重了 对 不要紧 挡住 我帮你顶住 好 我们先来听听第二位 彼得老师好了 你好 好 我觉得整个动作 我觉得有一点点粗鲁 不够优秀 然后服装不是很搭 我反而可能觉得我比较喜欢看到你 这首歌穿旗袍 然后头发绑起来 然后有个鞭子还是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会比较好看 其他的我是觉得 你的眼神一直飘 可能动态多 所以高音会有点点推不高 推不上去这样的感觉 所以气力这方面 可以再稳一点点 要守住它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你唱歌不要跟你的字一样 旋转 旋来旋去这样 很乱耶 我第一次看到你唱歌 唱到好像跟空气讲话这样 雨霜霜 还有 咚咚咚咚咚咚 哇 那后面两个动作经典了 你要教我咧 我肯定那个不是最佳叫你的 因为这种头型 我们还没有学过 然后你这边跑 这边跑 这边跑 好 幸亏我叫住你 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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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有时你们听到我们老师讲的 你们是听到 不过听不进去 你必须听到里面的道理 你真的要集中 然后你真的要将老师教你的呈现出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导师啊 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一定有给你提点很多 我们来听听看导师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其实美轩她有一把非常浑厚的第一赏 选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服装吗 她就给我看 然后我不知道她会穿成这样 然后呢 舞蹈这一个方面呢 我就跟她讲 有些地方你要 cut掉 她说不要紧 我给你个surprise 我真的surprise 她唯一的缺点是 她完全没有什么信心的 她的信心不足的 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是很高的 她说随缘呢 就看临场了 希望呢 你能够综合所有的评语 回去想一想 有些地方真的是需要去改进的 好的收 不好的改进 爱之深 责之切 所以不是坏事 你今天获益匪浅 谢谢 好好去思考一下 好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幸福啊 是一个谜 对 我相信问一千个人 都有一千种答案 是啊 我觉得幸福呢 不是别人的感觉 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 是 没错 就好像我们的参赛者 他们认为 只要可以唱歌 就是很幸福了 好 我们欢迎编号舞 江文龙 经过多年的磨练和努力 唱歌的基本功 我室友的 只是咬字的问题 一直在困扰着我 我愿意克服它 人生之所以迷茫 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没有理想 有了理想就会有进取的动力 一起来欣赏理想 你 想是我们是我们最尽的方向 你 想是我们是我们成功的导向 如果没有你身份悬起方向 如果舍去你活着就会遗忘 有了你我生命 充满了五星希望 让我们不停不停地开窗 也不断不断地实现 实现我们的理想 你 想是我们是我们最尽的方向 理想是我们是我们成功的 理想是我们成功的导向 如果没有你身份悬起方向 如果悬起你活着就会遗忘 有了你我生命 我生命充满了五星希望 让我们不停不停地开窗 也不断不断地实现 实现我们的理想 你好 您好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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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唱的这首歌叫《理想》 我相信您是充满着理想 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 所以这一次你的心愿 是要走到哪里 应该是要走到决赛啦 希望到决赛啦 来 给他掌声鼓励 那得到大决赛又希望 拿到什么样的名次呢 进了决赛就 进入 就OK了 就进一场啦 尽力 有想到 有想到拿到第几名吗 做梦有没有梦过 冠军 没有想到啦 还没有梦过 真的喔 我们人必须要有梦想 其实发梦得到冠军也 也是OK的 因为你有这样的梦想 你就会实现 好不好 好好好 不要怕 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如何 预计很好啦 中中 走中 啊 平平 平平 我听成走走咧 哪里走了 走音还是走 平平比中中更糟糕 对 中中还好 就是一般 我们来听听 是不是中中 我们先听他的导师 崔侠老师 怎么说好不好 文龙本身呢 他非常害羞的 我觉得 他非常 不大爱动 所以你让他动一动 他就真的 好像提不起 那个脚的感觉 我就说 你不要动 你就身体摇一摇就行了 他已经尽力了 你们也看到了 选这首歌 我觉得你唱得不错 你并不是平平 唱得不错 好 好 老师说不是平平啦 对 就中中啦 也不一定是中中啦 这样子好 那我们又来听听看 林湘老师你怎么说 文龙 今天我听你唱 《理想》这首歌 尤其是在咬字方面 你的确是进步 进步很多 这真的要归功你的老师 崔侠了 是的 谢谢崔侠老师 真的 在感情技巧方面 也成熟了 所以你整个感觉给我 是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所以 我觉得你今天唱歌 不是中中 还是平平 是高高在上 恭喜你 谢谢 好 彼得老师 我很喜欢你的音色 我觉得你有一把很好的嗓子 你的声音很好听 最喜欢看到你唱高音的时候 感觉好像不用用力就上去了 只是唯一你的节奏拍子要注意一下 可能那个会感 动作方面 你的脸部会有点僵硬 所以当你动的时候 你可以再放松一点点 看了有点滑稽的感觉 所以那个再放轻松一点点 所以再加油咯 谢谢 谢谢老师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你要对自己很有信心 你的样子跟你的声音 都是很特别 很干净 唱歌都很好啊 为什么也对你自己 就只有感觉到中中 真的是 我们这种名师 就是会画腐朽为神奇的 你今天是唱得最好的一位 所以翠霞是 苦尽甘来 恭喜你 谢谢 好 翠霞 是的 其实不容易啊 不容易 就是从初赛呢 五位 为孩子都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真的是 他们的缺点是一罗罗的 我们真的是 绞尽了脑子 要怎么去选歌 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从造型 从他们的那个咬字 感情 位置 好多东西要学 所以在这短短的四堂课里面 他们学的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一位都进步了 恭喜你们 谢谢老师 所以看起来 崔晓导师相当满意的样子 是啊 老师们这么一说 感觉到文龙大哥应该是稳稳的 是 那相当满意相对之下 也是相当头痛 所以我们给一点时间 崔晓导师去头痛一下 等一下来公布成绩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OK 在崔晓导师公布成绩之前 那我们再重温一下 刚刚导师们给各个学员的一些讲评 编号一 无震光 整体表现算不错 给人稳健淡定的感觉 只是声音的亮度稍显不足 编号二 李伟珍 服装讨喜可爱 歌唱技巧不错 编号三 武艺昌 有音色 有唱功 舞台员也不错 只是轻松度不够 咬字要多注意 编号四 陈美玄 嗓音低沉浑厚 但是没有集中力 所以削弱了对歌曲的驾驭能力 编号五 江文龙 音色干净好听 歌唱技巧纯熟 只要在节奏和拍子上 稍加注意会更好 那我想呢 刚刚的这些老师的评语 好坏参半 那最终的这个决定权 还是在他们的导师 翠霞老师身上 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他们彩排的时候 唱得比临场好 就是正式比赛的时候 稍微有点缺场 我选择 今天唱得最好的 五号 江文龙 恭喜 恭喜江文龙 第二位 能够进入半决赛的是 我选择 我选择 一号 一号 吴震光 恭喜震光 身后还有三位参赛者 到底这三位朋友 哪一位能够进入我们的半决赛呢 编号 二 李伟珍 恭喜编号二 李伟珍 恭喜编号二 编号三跟编号四的朋友 你们千万不要气馁 从老师们的评语当中 继续地加强努力 希望你们再次回来比赛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你们的参加 恭喜你们 谢谢 再次给我们三位 进入半决赛的学员们 掌声鼓励鼓励 恭喜 恭喜 那我们四场的副赛呢 都已经圆满结束了 是的 也真的是要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也要谢谢我们另外三位导师 辛苦了 谢谢你们 那下个星期 当然是第一场的半决赛 那节目会越来越精彩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 黄金年华持斗歌敬意 大名有欢迎 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